在课堂上 老师问同学 谁认为自己最难的请棘手 谁认为自己很难的人请棘手 前班有三十个人 有二十九个同学全部棘手 剩下有一个同学没有棘手 老师就问 小明为什么你不棘手 小明回答 棘手啊 我都懒得棘手 最难的还是小明啊 我们学佛的人不能够懒 真的 师尊就是很精进的一个代表 不管怎么样 难是不会成功的 不可能 你修行绝不会有成就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每天写书 现在两百八十三册 已经完成 现在准备写两百八十四册 两百八十三册 已经传给这个 增活剥业帐 这个周慧芳历史 是书名叫做千艘法船 两百八十四册 今天早上写书名 就是 就是 欺信 欺信老生 欺信老生 肃心怀 欺信老生 肃心怀 师尊写书 写了五十年 五十年有了 五十 可能还超过 写了两百八十四 现在开始在写两百八十四 每天一篇 除非 在飞行 旅行 或者是怎么样子 有特别的事 没有写以外 甚至我以前 出外红华 还带着书出去写 年轻的时候 才能够写 两百八十四本书 我们真佛中的弟子 有哪一个人写两百八十四本书的 真佛博业障 这个出版社 只出版一个作者 的书 两百八十四本 想一想看 我自己是怎么样子磨过来 天天坐在桌子面前 这样子磨 我修法也是一样 天天就是这样子竹磨 这样子竹磨 我念高王经也是一样 天天念 天天念 所以修行要有正宴 你就要写我这个 你不写精进 光吹牛 你到了天上 到了地下 到了哪里 到哪里 那是你吹牛 牛是可以 牛不能够用吹的 火车头也不能够用推的 一定要有真本事 你的真本事从哪里来 你有没有师尊那种 那种精进的功夫 那种精进的功夫 你看我写书就是这样一个字 一个字这样子磨的 想一想看 高王经 不是你说我念一千遍高王经 念一千八王经 念完了我就不念了 不是啊 师尊是天天念念到死 念到不能念 写文章也是一样 写到不能写 修法也是一样 修到不能修 修到最后啊 心中存着光明 你心里有光 你绝对能够往生 你看不到光 眼睛闭起来看不到光 光从哪里来 你要内修才有光啊 灼火的光 明点的光 灼火跟明点相融的光 那种光明才会产生出来啊 灼火的光 明点的光 灼火跟明点 融合在中脉 产生的光明 你心光一发露 你才能够往生 才有把握 这样子磨的 所以盼望 每一个人 心中都有光明 我马上给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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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